山东日照警方 一外籍货轮三名中国籍船员 不听劝阻强行下船登陆备行驱 据日照公安微博消息 10月11日 日照市港航公安局 快速办理一起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案件 对三名拒不执行人民政府 在紧急状态情况下发布的决定 命令的违法行为人 与以行政居留并处罚款 9月13日 靠泊在日照港十九港区码头的女王号 外轮上的三名中国籍船员 违反政府防疫规定 拒不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劝阻 强行下船登陆 杨某某 宋某 樊某某三人的行为 严重违反了疫情防控规定 妨碍了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人均对其违法行为共认不愧